好了,第二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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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啊 Disclaimer还是放在这里,好吧 好,下面我们这一节讲的就是这个中国市场 以及中国的基础建设 怎么样决定呢?这个无人驾驶的未来 以及亚马逊和黑梅的合作的场景 以及营收,大概说一下啊 因为今天有点晚了,这是第二个视频 好,我们上一期讲到QNX跟高通跟NVIDA都有合作伙伴关系 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 作为唯一的一个有安全认证的操作系统 好吧 我们现在看看 这个未来 前几天刚刚发生 刚刚发布了新车 他之前是用的Mobile2 用的什么系统我不知道 但是他现在明显转向 看啊 明显转向的就是 未来的ET7 用了4颗勇伟大的这个芯片 算力 看了 算力是 好吧 然后还用了高通的高通的这个ET7 他也用了高通的这个ET7 这就是基本上都是QNX的操作系统 OK 这个这篇文章它还是有点瞎写的 但是基本上就是说 因为之前就是这个市 这个市 市场上现在就是以特斯拉为主流的这种 自动驾驶机器呢 它是封闭状态的 但是QNX这个系统上面是open状态 就是说你可以自己编程 自己试配 因为它是OS 就是说 它是 你可以用各种 就跟你组装电脑 之前组装电脑一样 你可以装各种配件 你知道吗 它是open 特斯拉那种是封闭的 所以说 现在未来它改 我的感觉 它现在是改了路 改了 小红 小红汽车 它是明显的就是用的那个 嗯 那个 嗯 QNX的这个系统 它直接是全套拿回来的 是吧 然后今天 爆出来的就是Sony 你看啊 Sony的Vision S 这个汽车 它也是用的QNX 你看这些 MV的高通 你看 这是三巨头的组合 你看 你想象到了什么 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 当初中国手机市场群雄并起的时候 知道吧 单机系统 单机系统 这就是 重现了当时中国手机市场那种竞争状态 这样 目前来讲 特斯拉的系统可能就是iOS 是iOS 但是它是封闭的 QNX代表的就是安卓系统 想想看当年八几年 九零年的时候 苹果 电脑 当时Macintosh 这些东西 它是败给了IBM 为什么 因为它是不可 机箱是不可以开的 不能做更多的 适配配件上的组合 好吧 这就是我跟大家讲的 这就是为什么特斯拉在中国会有危机 从单机版单车系统来讲 就是苹果这种封闭的系统 跟QNX这种开放式的安卓式的系统 好吧 QNX它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它有认证的 safety和security 这是在汽车行业非常看重的 好吧 这是我们讲的这个单机系统 好 现在我们讲一下这个 这个无人驾驶 这个中国的基建 基建设备对无人驾驶这个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开始早就搞这个车链网 什么叫车链网 车链网就是道路信息广播 cb2x OK 大家如果有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研究一下这个东西 中国现在领先地位 美国已经跟着中国走了 福特中国 你看它也是用的这种 高通 高通 V2 I I 代表的infrastructure 就是基建 配备 配于 Cb2x 乘量 顺丰尔千里也 知道没有 自动实行自动驾驶 重要辅助 那就是说明什么呢 特斯拉以后的FSD 没什么用 没什么用 我只要用这种信号灯 最重要的就是信号灯 因为它是合规的 法律上是认可的 知道没有 你单机版的FSD 你再怎么牛逼 你还是一个机器 自动机器 你上路的 你再撞到人的话 criminal 刑事犯罪 美国已经有案例了 好吧 通过 只有通过这种 基础设施 双向通信 实施的这种自助驾驶 才是合规的 稳定的 安全的 好吧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 特斯拉到头了 起码汽车这个 是到头了 你看这个福特 它也是用的 这个 你看无锡 无锡是华为 跟 还有百度这些 四点 四点城市 智慧城市 这就是最后 未来的一个方向 特斯拉代表的 单机版 就是 它用的是摄像头模式 用摄像头 运算 来识别 安全不安全 但是 中国走的那条路是 我 信号灯给你 让你们 车之间有 沟通 车跟 信号灯之间有沟通 这样子 大大形成了一个 安全性 这就是中国 特斯拉 在中国以后 要遇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 它要走中国的这条路 不能走自己的那条路了 顺应这个潮流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这个福特 它用的是高通 还有MV的这个系统 还有QNX 这个系统 这是一个 这就是一个信号 这就是这个信号 好 下面我们就看一看 既然这个信号出来了 那我们这个 亚马逊 跟黑莓 它是之前 它在合作的这个场景 这个秘密模式是什么 就是 因为黑莓的QNX 可以读取到 车里边各种感应器的数据 因为它是OS 就是各种配件 它的数据直接通过OS 然后 用要通过亚马逊的云 转到云端 然后把这个服务 介绍给各大厂商 这是 其实是一种B2B的 Business 就是 比如说丰田 比如说福特 比如说 大众 好吧 我提供你这个 服务给你 然后你可以通过 我QNX 读取的数据上传到云端 然后 然后实现你这个大数据 就是 Blackberry已经强调了 这些所有的数据 属于各个汽车商 所有它 不介入 它只是提供一个 转数据的这个服务 就是大数据 Transfer Data 它只是传输 Transfer Data 给各个汽车厂 那就是形成一个什么效应呢 例如说 你不用我的服务 可以 你就会被淘汰 为什么 因为通过这些数据 我就可以 给这个 读取这个车子的状况 然后 然后车主啊 可以通过这个 云端 然后 连接到我的车 对不对 这是特斯拉开的先例 对吧 就是这个意思 大数据就是gold my 金矿 你如果 我这个 你如果 各个比如说丰田 比如说大众 你如果想搞什么 自动驾驶 你没有这些数据 no 你肯定不行的 所以这就是什么 我只要这个口子一开 你用 那肯定有用 你不用 你就被淘汰掉 因为市场上 没有这种服务 这是一个unique opportunity for everybody 是吧 按照 按照黑莓的说法 这种是 订阅的服务 但是它是给车厂 至于车厂怎么样收费 怎么向车厂收费 或者向车主收费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亚马逊 它是肯定要收费的 因为你用了我的云端 对吧 那就是 它跟亚马逊的这个 亚马逊的它这个 亚马逊的这个 业务分成是 5050对半分 对半分 你想想看 QNX现在已经在 1亿有7千万辆车上运用了 如果再过几年 如果还是有1亿 比如说我们 保守估计1亿量 1个月收10块钱 或者20块钱 那1个月 那就5亿美金 或者10亿美金的收入 这就是订阅的力量 好吧 再强调一遍 特斯拉的 它是单机版 OK 它必须要跟中国的这种 CV V2 X 这种基建连接 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特斯拉 现在这个中国市场上就是这样子 在线的当初手机那种竞争 就是这么简单 你FSD你再牛逼你没用 为什么 因为你要跟 你要跟着我的信号走 我叫你停你就停 就是这个意思 而不是说 哎呀 我这种摄像手识别 那那那那那 那不是这样子 这个是其中的一种服饰 这是Black Baron 跟AWS合作的 这个就Black Baron 这只是它其中的一种收入模式 这是第二节 我们下一节就讲 Black Baron 收入的终结模式 这个Black Baron 它还有另外一种收入模式 这个Black Baron AVI 它只是其中的一种 这就是为什么 它的未来不可限量的原因 你想想看 一辆车 你比如说它有一辆车 一个月收五块钱 十块钱的 一个月收五亿 十亿美金 这个的存利润 毛利率是相当高的 大家想象一下 下一节我讲另外一种终极模式 它的一五模式 而且是必不可少的 好 等下再见